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燕 今天我們要來玩新的生存系列 名叫做冰山生存 然後呢 為什麼其他生存系列不再拍了呢 原因是因為這些生存呢 有很多人拍過 都類似的 所以呢 我計畫了一個生存 名叫冰山生存的系列 其實我計畫這個生存已經很久了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前幾天看到茶杯 它原來生存的都會在冰原那裡拍 然後呢 我感覺我想到一個點子 就是呢 我可以在冰山旁邊拍呀 比如說這個地方 因為我本身呢 很喜歡這種冰原的地方 有很多冰 然後呢 我也覺得冰這種 支援呢 還蠻漂亮的 這種材質還蠻漂亮的 然後呢 我拍這個生存 我們有個缺點就是 旁邊一定要有小島 或是什麼樣的島 因為呢 這樣子我們才會有 許多的資源 比如說樹 然後呢 我們先採木頭 第一集的話 我們就先種田 然後呢 我們這一集不用蓋房子 我們 直接挖個地洞就好 因為呢 如果之後要蓋房子的話 我想用 那個 那個冰 這是什麼冰 然後 反正就是一些冰來蓋 對 就蓋著冰屋 當個冰雪女王 對呢 唯一一個冰國 嗯 其實我不是找這種種子嘛 而是 就是 本來存在到別的地方 然後呢 無緣無故就飛來飛去 然後 剛好 飛到這地方 來我自己 我自己會想到 可以配這個計畫 這地圖 然後呢 我就重 重新設一個重生點在這裡 然後呢 就在這裡生存囉 嗯 這裡剛好 可以在這裡 挖一下石頭之類的 然後這裡還有更生地洞 然後 遊艇 為什麼我就說然後然後呢 因為呢 我現在 有點少拍片 所以有點不太習慣實況的感覺 最近段考完 壓力太大 然後呢 嗯 壓力大的關係 所以 有些觀眾在安慰我 我也蠻開心的 感謝觀眾的安慰 好 那我們就先去挖個石頭吧 滑 嗯 之後 如果要做建築的話 我應該會用那些冰來蓋 跟首先呢 我們必須要釣到 絲綢之處 在附魔書 然後呢 我們還要挖個鑽石 然後就是鎬 這樣子 這個鎬子才會很有價值 我喜歡的 再看 這樣呢 還是可以用那些的 裏面 妳要還是可以用那些 然後呢 妳要想把鑽石子 然後呢 妳要做 妳要做 然後呢 妳要做 妳要跟妳要做 妳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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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來做葡萄稿子一些基本的材料 然後我們先去打一些羊之類的 然後來獲取食物來源 然後我們有可能會種土 而種田呢 就最基本的第一個種田的植物就是 小麥啊 我們大概只會用那些冰來蓋東西之類的 我們不會去別的地方 因為畢竟是在冰上認傳 然後呢還有這小島 有羊欸 有你...有你... 有你...有你... 有卡在樹里是怎樣 打不到 打擺不 剛剛那個妹妹都在這裡 感謝你的羊毛 我就...我記得滑那個蠻慘的 就存在這種...這種地形的附近 可是...因為這樣子睡得不然這種地形呢 就跑好遠喔 為什麼會有峽谷 為什麼我遇到峽谷 然後常常遇到峽谷 可是我們... 今天不會來... 峽谷 來當作家 哎唷 剛好遇到第三隻羊羊 那我現在走不上去啦 打一些...草...來種蹄 打呀打呀嘟嘟 然後獲取一些食物來源 然後... 欸這新的花還好漂亮喔 我... 我要收藏起來 我是... 柴花姑 柴花姑娘 我姐姐不要唱柴花姑娘的歌 沒有唱歌 我不喜歡... 我不...我不是不喜歡唱歌 我就是... 不... 太喜歡在別人面前唱歌 之類的 嗯... 先... 要回來這裡的地方 然後呢... 我們... 要做床 然後... 然後剛剛那個顏料可以做 這是白色顏料 這白色顏料是不便啊 然後就這裡就是... 當作我們的家啦 嗯...我看一下哪裡一個... 冰箱比較大 可以...之後拿來挖成一個... 屋子 然後... 欸...藍冰欸 好漂亮 我好喜歡喔 都喜歡這種藍藍的感覺 然後呢... 藍又白 好... 爽... 好涼爽的感覺喔 這種感覺 真的好舒服 好... 好啦... 那我們就來挖個地洞 吧 嗯...八分鐘 應該是能挖個地洞吧 我覺得這不會做材質 因為...之後才比較會... 才比較想用 比如說平... 比如說採平一點 可是我應該不會採平一點 為什麼只挖到這種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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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要來這裡當家了 好...先暫時把這裡當中家好了 就把這個空間挖大一點 我很喜歡這些洞 因為不太安全 然後呢... 這種小洞呢 就不會有怪物出現 如果是弄了非常大的洞 的話就可能會有怪物出現 然後呢... 我也不太喜歡探險 因為呢... 這種洞窟呢... 永遠探險不留 然後呢... 我要求... 何況我就是... 路癡 路癡永遠都會在洞窟裡面 離... 迷路 好... 告訴我不要緊 他們就把這些空間挖帶點 然後順便獲取一些石頭 然後呢... 不知道有沒有可能挖到一些煤礦 應該不太有可能 因為這裡... 不要離地面比較近 喔... 這裡有個大洞窟耶... 那這裡是我... 加一巴... 在海邊唯一的恐怖的地方就是... 會有... 逆屍來襲... 來上岸來偷襲你之類的 就像這個... 逆屍... 然後呢... 我們來搬家吧 有摔到... 沒關係 有過去... 加在... 河旁邊 怕... 怕會有誰過來偷襲 然後這地方我要敲點 沒有很美觀 算得開心 然後這裡有個... 鐵... 為什麼沒有給我煤啊 哈嘍 還沒事 我剛剛在說廢話 沒事沒事 現在我要好嗎 接線到我很怕 因為呢... 我一個人在家 我爸媽都出份了 然後我阿媽在樓下 然後剛剛有電話來 我不敢接 喔... 發到沒了 我就是一隻懶小貓咪 不敢在家裡 需要有人陪 沒事我媽不會看到這個 我剛剛會把它剪掉 反正我不會剪 因為我不會剪片 我不是不會剪片 就是... 沒有時間剪 因為畢竟剪的話 需要好幾小時 先點亮一下吧 先點亮一下吧 嗚嗚好亮 然後再一點亮 稍微點亮一下 然後呢... 我們再做一些小小的農田 喔... 裝在這裡好了 然後就裝在這裡吧 但為什麼... 不要問我為什麼 我看起來那麼醜痠 欸...我現在講話有點快 因為... 因為呢... 我... 好久沒有拍片了 已經好幾天了 好像快一個禮拜了 嗯... 就... 做個出頭 然後把我剛剛收集的 欸...就是三個 我以為有多餒 沒關係 那之後我們不需要去賣 因為我們剛剛打了一些食物 做一些建築的話 應該會直播做的 因為呢... 要做時間需要非常的久 做一些建築的話 應該會直播做的 嗯... 打一些種子 就打四個 就打四個 為什麼會打不到人口的種子呢 火龍那麼飛重啊 好... 拿到七個種子之後呢 我們就來種吧 我發現這冰箱 是... 還蠻大的 而且我看到比較大的冰箱 在... 前面... 在最前面 有可能我會去搬大麥 拿那個... 樹 好... 嗯... 十六分鐘多了... 好... 我們要來結尾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個喜歡的小鈴鐺 記得要分享喔 我是小鈴鐺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